台东的国际铁人三项活动 今年进行第三届 比赛环境优美 选手抢着一定要来台东比赛 绝对是全省第一名的场地 比赛还在进行当中 但有不少人因为路上爆胎 不得已折返 只能拿着相机拍其他选手的音资 台东 大概有七八次了 因为三年前就开始在台东比赛了 对 在国内在台湾来讲 算是数一数二的场地 段路其实可能是没有在整修 所以单车过去其实破胎数量 所以还蛮比较多的 高雄 高雄 那现在这个铁人三项几次 N次 N次 台东的场地 全台湾最棒的场地 是在台北 对 所以就是台东台 不错啦 这个环境真的是 这个铁人赛的天堂 赞 海东赞 海东 海东环境 应该 全 海湾来算一算 应该是最好的 对 非常好 港时代的气候啊 然后还有它的水值 其实是非常的棒 尤其是跟其他的一些相关地区来讲 其实它的水还蛮平稳的 就是说也没有什么波浪 然后沿着海岸线 其实景色都非常的宜人 而且比较平缓一点点 所以相较之下 其实我觉得整体环境来讲 跟其他的比赛起来 其实我觉得蛮值得推荐 赞 选手说台东的场地真的很好 而且环境优美 他们跑了全省很多个场地 一致认为台东的地理环境 对单车迷来说 绝对是No.1 要推动单车运动 台东有绝对的优势地理位置 但交通管制的部分 全省都一样 会发生车子不离让选手 而危机四伏的情形 若这个克服了 台东绝对堪称 铁人三项选手最爱的乡镇第一名 台东若要打造运动最佳乡镇 如何提供给选手 一个友善的运动环境 就等于是为台东的运动观光 铺一条路 东台新闻 张玉成台东市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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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